大家好,我是Lisa 2月15日沙田日赛 上演四岁马系列 次关香港经典杯 和香港速度系列 次关主席短途长 还有其他精彩赛事 强劲起码一浪接一浪 一如出动V Simulator 帮手避震心水长致吧 2月15日沙田日赛 第九场1800米一级赛 香港经典杯 是适逸其中一项焦点赛事 10号马泳彩纷纷 上将在田草1600米 被九号马正彩斗士打破不败之身 赛后有不少人都觉得可惜 这次两匹马一起挑战 更高层次赛事 荣彩纷纷能否同时反胜缩敌 及一举击败经典一理赛盟主 一号马美丽大师呢 不知V Simulator 会怎样看他的增胜机会呢 有这本的时候 荣彩纷纷起起宝应声弹出 曲纜渣渣才是外档骑马里 美丽大师大印银子留在后面 拍着王者无敌 我切着人家玩了 补充正常的 荣彩纷纷贴南领先半个马位 喜喜宝拍着的手在第二 酷南细编跑步在四个位置 美丽大师大印银子跟着他们 好定还没动 看来还是聪明才智 进来就有直路了 前面还是荣彩纷纷起起宝拍着斗 酷南开始上来逼他们 美丽大师是摄着内篮上 细编跑大印银子就拉出外档冲 再二百米 前面还是荣彩纷纷 不过酷南已经杀到上来 中档美丽大师 好像摩托一样 踵得很厉害 前面酷南过了荣彩纷纷 但这个时候 美丽大师大印银子一类 外来的组一右夹击 美丽大师踵得最厉害 过了美丽大师第一 大印银子第二 酷南第三 喜喜宝第四 SIMULATOR的分析 大家又参考完了 接着来到我那些 跟刚才的有点不同 泳彩纷纷上将在田草千六米 不敌精彩斗士屈居雅君 但回看竞赛过程 他早转形势本来相当不错 可惜入直路之后 不妨精彩斗士很早已经在外档追上来 在法力稍持的情况下 被精彩斗士紧紧击击败 按实际表现 他的能力未必在精彩斗士之下 我将他的能力评级 调高两级去到93 此外 今场有善于领防的12号码喜喜宝在阵 跑法灵活多变的泳彩纷纷 相信未必需要自己带头 他早转极有可能会留守 在前领马之后的有利位置角逐 说起喜宝 今仗赛前体重跌了九磅 状态不排除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好 将他的评级加填翻至A 好,我们一起再看看 这本的时候 喜喜宝应声弹出 泳彩纷纷红蓝 我当骑上你 美丽大师大印银子 泳彩纷纷纯 泳彩纷纷纷 我开始进行这舞 没有足够你很晚 喜喜宝在前面 万方的领先一个马位 浮南忍不住 外档上过来 泳彩纷纷纷 美麗大師、大印銀子開始轉彎出外檔 在尾還是衝明才智 進來就有直路 前面呆頭還是希希寶 浮南泳彩斌分一對卓漢馬 開始上來逼她 美麗大師、大印銀子都扔出去外檔衝 再200米,前面希希寶走勢有點轉弱 泳彩斌分率先上來將她追過 外檔美麗大師、大印銀子的魚妃殺上 前面泳彩斌分透出了直斌終點 過出了,泳彩斌分第一 美麗大師第二 大印銀子第三,希希寶第四 是最好的 只要登入這個網址 又或者透過這個QR Code 就可以免費下載V Simulator 當調教個人數據之後 錯過已經在大家手上了 還快點行動